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曾经于1964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期间没有补充燃料,由此让全世界见识到了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强大续航力。 然而之后,美国并没有持续发展出大规模的核动力巡洋舰和驱护舰,不计舰,后来开舰的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基本上都配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这些舰行均属于常规动力战舰,而早期的核动力舰行则反而相继退役了。 由此可见,美国经过实践,认为并不是所有舰行,都需要采取核动力驱动方案,事实上,核动力航空母舰的主要优势,是体现在理论上的无线续航能力上,而在航速方面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就算是核动力航母,也是需要进行定期补给的。 因为核动力航空母舰上的人员,舰载机并不是无线续航的,因此仍需要不断供应航油、物资、食物,就这一点意义来讲,即使是核动力航母编队,也少不了补给舰和后期系统,所谓的环球巡航,只不过是省掉了燃料堆的频繁更替而已。 那么,为什么还要到核动力航空母舰呢?因为核动力航母的动力输出更为稳定,能够让航空母舰进行持续高速航行,这在长期巡航过程中还是有优势的。 而且核动力航母的数量是很稀缺的,即使是拥有10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美军,平时顶多也只能保持5、6艘用于执行任务,所以航母不向区,逐渐和巡洋舰那样想换就换。 这就要求航空母舰,必须长期待在执行岗位上,驱逐舰和巡洋舰数量很多,随时可以替补,航母则得坚持数年之久。 此时无限巡航的核动力装置就成为首选,美军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核动力驱逐舰,巡洋舰的造价太高,且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因此砍掉了一批核动力舰艇的建造计划,现役的常规动力舰艇是完全可以满足使用需要的,所有的航空母舰也能够得到保护,因此美军的航母现在都不再使用核动力舰艇进行护航,唯一的核动力舰艇就是航空母舰本身,这是长期航母使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这些经验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盲目追求和动力技术并不理智,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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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